歐聯決賽,PSG對拜仁茂尼克 看兩隊一路走到決賽 大家都期望兩隊可以鬥攻鬥跑 不過結果竟然有點悶 首先PSG,正選陣容與四強無分別 都偶次無特別對拜仁作出甚麼針對性的部署 照看牌面都沒甚麼好說 霸人反而收起近兩場表現不錯的佩利錫 特別對巴塞一戰,換上較年輕的高民 其餘都是不便的 下場分析前再次多謝Shark VPN Shark見上次反應不錯,決定繼續贊助理性分析 繼續為理性球迷提供安全、穩定、CP值高的VPN服務 上次跟大家提過SharkHackLock功能 HackLock可以幫你監察個人資料 例如電郵或密碼有沒有外洩 當偵察到有異常時會立即通知你 防止洩漏進一步惡化 大家只要到HackLock的版面 輸入並驗證你的電郵地址 HackLock就會幫你監察你的電郵有沒有被入侵外洩 如果有會即時通知你 並告訴你在哪裏曾經外洩 如果發現電郵或密碼被入侵 記得盡快將所有account跟改密碼 記住用理性分析專用優惠碼Rational 可以得到15折優惠再送多3個月免費 而且Shark還有30日試用保證 詳情可以看下面的Infobox資料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繼續有廣告 看完就落場看球 首先雙方戰術和之前都沒有太大分別 PSG迫搶仍然有尼馬負責中路遮線 兩隻日風一邊準備迫中堅 一邊遮住中堅傳給兩閘路線 兩名中場希利拉、帕維迪斯對反8人雙中場 所以紐亞拿球時基本只能向兩隻閘傳過頭球 當然成功率一定不及短傳 但紐亞以門將來說都算是準確 同樣地8人迫搶方式亦差不多 前方利雲杜夫斯基迫防中馬昆奴斯 兩隻日風一邊迫一對中堅 一邊遮短傳給閘的路線 前場4個攻擊球員剩低梅拿 就看情況去捉流亡之餘 中場哥利斯卡壓前 捉另一個PSG中場Helry拉 同樣地面對如此迫搶 PSG亦只能向兩邊閘場傳 當迫到PSG傳到邊路時 8人整體再往邊路收窄 特別中場哥利斯卡從中場迫過來 利用邊線封死PSG 防守方面 PSG亦繼續433 3人中場線集中站在防線前面 上條片都提過 3人中場線左右兩邊容易形成空位 面對8人壓上的兩閘 PSG兩翼 迪馬尼亞和麥巴比的回防防守顯得非常重要 內切到HalfSpace的Gelabi 立即走出來在麥巴比和Pavides之間迎球 然後當麥巴比在回防時 就成功阻止到Gelabi的推進 PSG繼續迫搶 Helabi與Pavides對哥利斯卡、泰亞哥、艾加特納 兩翼翼風分別站在中堅和閘之間 然後哥利斯卡在壓力下傳失 麥巴比一拿球準備進攻時 拜仁的泰亞哥和甘美智已經很快夾擊他 令麥巴比沒有全球選擇之下要自己去 最後博到犯規 拜仁進攻時 泰亞哥連同一隊中堅三個在後面負責發起組織 其中泰亞哥今場總共傳出85個全球 成功率亦高達88% 第二多已經要數到59腳的甘美智 是說兩隊加起來 證明PSG不論迫搶和防守 都沒有對泰亞哥作出針對的部署 沒有給太大壓力他 PSG三中場繼續收窄防守中路 然後兩翼防守拜仁兩閘,稍微被拉開 好像一開始所說 利雲杜夫斯基和梅拿分別站在三中場兩側空位現位 試圖利用兩邊Halfspace 可以清楚見到拜仁將陣型4231 完全收窄到PSG的左路 形成在邊路可以6個逼5個 另一邊PSG右閘基拿有很多空位 只要成功被PSG轉邊 拜仁防線仍然站在中場線附近 PSG三箭頭分別左、中、右準備向前跑 不過基拿沒有第一時間傳給迪馬尼亞走 猶豫搏多幾腳,眨下眼拜仁轉回防守Mode 很快所有球員都排回4231 PSG傳到比跑為迪斯時 巴比在左邊準備加速 跟大家的預測都一樣 PSG最大的威脅仍然是打拜仁防線身後位 其實PSG迫搶對比拜仁不算非常用力 他們主要都是利用三中場封鎖中路傳球目標 翼鋒擋住中堅傳給閘的短傳路線 迫他們回口後 尼馬再利用弧線走位 封鎖紐亞向右傳選擇 紐亞只能越過迪馬尼亞傳給迪斯 接應高波難度自然較高 中場馬昆奧斯立即利用邊線夾死迪斯 PSG兩日防守為重點 利雲杜夫斯基繼續在PSG中場旁邊Halfspace出現 迪馬尼亞在中間的防守角色究竟是甚麼? 迫中堅遮左閘戴維斯的線 還是遮中路的利雲杜夫斯基? 艾拿巴輕鬆傳給戴維斯後 迪馬尼亞已經收報 由靠右的中場Hurlera過來保位 從此可以了解到PSG的防守 主要是卡四人防線加三人中場 兩日的回防時間相對較少 專心打反擊,都算是意料之內 而且右閘金美治不時移入中路 將密巴比拉來邊路 基拿比在右路拉邊有更多空位 再加上左閘戴維斯 PSG三人中場線要兩邊Cover 翼鋒防守位置會非常吃力 PSG三中場未對8人雙中場給予適當的壓力 輕鬆給哥里斯卡轉身 代表了尼馬和迪馬尼亞的迫搶已經無作用 即是代表位已失 中場線壓前左 Hurlera發覺要回後補回身後空位 反而令中場線遮不住戴維斯條線 而迪馬尼亞亦早早失位 繼續辛苦Hurlera追回戴維斯 而戴維斯和高雲都有多少空位可以發揮 PSG慢慢放棄高度迫搶 以陣地防守為主 Tagel慢慢得到更多空位用波 Hurlera主動回後 再指示隊友留意中圈有空位 而的確跟上次對巴塞分析一樣 你比空位太高看定來傳 他就是有能力劏穿整條中場線 幸好這球中堅金配比很快殺出來阻止基拉比轉身 否則拜仁起碼有5個球員在PSG中場線後後果不堪設想 不過PSG一搶回控球權反擊 不回防兩翼立即可以作出反擊 與拜仁的防線形成3打3 所以的確有勒有不勒,看你如何選擇 這球是PSG的黃金機會 迪馬利亞繼續放山大維斯 Hurlera從中場過來補位 阻止大維斯繼續前進後 拜仁亦準備轉邊 右邊金美智站在Hard Space Gilabi負責拉邊 而尼馬今次和巴比換了位 他今次亦有回防 金美智收入中間的舉動影響到尼馬和班尼特的防守 班尼特指示尼馬去跟Gilabi 他負責看金美智的落底 雖然最後都有誤會不知誰跟誰 但這一下回防反而做到遮遮線 Gilabi要拿到盡才給金美智 就出界了 同時見到金美智作為右閘,時邊時中路 令活度很高 大維斯不斷在左邊發動攻勢 這次大轉邊PSG中場明顯跟不到 大維斯可以推到K角位可傳中位置時 拜仁已有3個攻擊球員準備 在禁區附近3打3接應傳中,非常危險 拜仁亦繼續進行迫搶 金配比找到空位長傳 尼馬今場作為前鋒 其中背身拿球始終較弱 尼馬擺脫不到 霸仁後防的緊貼防守 令PSG反擊威脅降低 較難解除迫搶 例如這下麥巴比背著保定成功彈到給尼馬 麥巴比做到G點作用 吸引對方中堅的失位 尼馬就有大量空位反擊 可惜麥巴比這球不應該走中路 他應該向左邊拉開 令尼馬可以放直線讓他走 他走入中間反如塞住位置 不過赫里拉這下瞄傳 迪馬尼亞這個射門起碼要中籠 如剛才所說 PSG成功逼到拜仁去邊路戴維斯腳下 中場赫里拉立即過來收網 而戴維斯面前的確已經沒有短傳選擇 不過這下尼馬就脫了Tagel PSG在半逼不逼之下 被Tagel拿球就成功轉邊解除迫搶 所以為何Tagel那麼重要呢?就是這樣 尼馬又未能成功停下第一點 拜仁中場Goresca壓前進攻 右閘金美治至中填補空位 Mbappé亦跟著防守 Tomas梅拿主動拉邊提供闊度 一轉給梅拿時 班列特被拉走 金美治立即插入Halfspace空位 Mbappé有跟著金美治防守 不過梅拿直接傳中更有威脅 時間慢慢過去,去到上半場尾段 PSG開始乖乖縮後防守 迪馬尼亞明顯回後 站在中場線旁邊,擴闊中場防守範圍 一轉給戴維斯 霸人利文道夫斯基和梅拿已經在禁區準備 剛好站在PSG防守球員之間的空位 PSG這球防守成功 Hurley拉傳到Mbappé腳下 金美治被迫犯規阻止 再次見到Mbappé有回防補回Halfspace位 阻止Gilabi利用空位落底 另一邊迪馬尼亞亦有回防防守戴維斯 令Bappé攻不入只能在外圍左右來回全球 真的很簡單 兩日對回兩閘已經令Bappé的威脅大大減低 到上半場45分鐘 Bappé後場嚴重失誤 Mbappé有一次絕佳的黃金機會 竟然把握不到 這球真的應該要入 射左右兩邊都很難救 偏偏要射中間 下半場出來 Mbappé馬上可以從左路持球進攻 但尼馬慣性墮後下 導致前鋒位沒有人接應配合 Mbappé只能自己硬闖 最後博犯規亦失敗 下半場Mbappé亦有繼續幫手防守 而金美智繼續收入中間 在另一邊Halfspace準備 只要維持4或5人中場線防守 Bappé難以利用邊路進攻 PSG不時迫搶亦繼續迫到努亞要向兩邊集傳 成功了一半半左右 PSG防守時中場線又做到好好的保護 好像之前所說 尼馬作為前鋒在反擊中擔任支點很重要 今次成功停球 再傳給迪馬利亞從後壓上時 論速度一定跑完蘇利 可惜迪馬利亞今場發揮實在一般 前面用這麼多偏幅鋪排 就是想講今場唯一的入球 收窄的中場線 沒有回防的兩翼 中場線兩邊Halfspace空位 金美智來切中路開發Halfspace 放山了Tagel 當然Tagel這個直線真的很瘋 直接找到金美智穿過了6個PSG球員的防守 直接面對防線 班列特瞬間一打二 然後梅拿這下插入又是很精彩 成功傳到給金美智之餘 吸引到3名PSG球員防守 拉走中堅Tagel Sera才是重點 令利雲杜夫斯基在門前沒有人看管 右閘基拿在尾處要一打二 金美智還要傳得這麼漂亮 基拿這球真是非戰之敘 PSG失敗球後整隊散散了 利馬開始上腳死扭 改變非常明顯 Babbi和迪馬利亞更加不會期望他們再回防 Yuchel一直對Darviz 搞了一輪去另一邊Bayan 才見到迪馬利亞身影 Goretzka在他面前跑過都沒有跟 Nima轉身大波 左路明明3打2有優勢 但他偏偏選擇Cut入中路 就扭失了,完全不信任隊友 PSG亦不是沒有機會,但總是差一點點 又好像這球,班列特成功在左路突破 Nima應該立即向前拆,拉開空位 班列特可以簡單彈前給Nima落底 再傳中也好你自己射也好 但Nima太明顯想要球自己做 完全無視了周圍環境 一直站在想班列特傳給他 但他站這個位真的太死了 最後班列特去不到才無奈傳給Nima 但Nima身前已經有5個防守球員 點扭最後只能浪射 一落後Nima的心理質素之低就立即現形 今場的分析就是集中PSG兩營究竟需不需要回防 好像都沒有真正答案 因為兩者的確各有好處 Mbappé和Dekmaria站前一點 反擊的威脅一定更大 但中場後防就要將事用命死守8人攻勢 Mbappé給多些回防可以填補3中場防守寬度不足問題 有效阻止8人利用兩邊進攻 其實今場PSG的戰術將持有度 主動迫搶時有效令8人組織困難 武器時減少迫搶 轉為防守等8人過中場才去迫 有時兩翼不回防打反擊 有時亦會回防死守一段回氣 然後再壓前迫過 未失球之前其實真的打得不錯 有隊形有戰術 起碼Nima、Mbappé和Dekmaria 3個分別都有一次黃金機會 隨便入到一球已經不同講法 可惜一失球整隊真的散了 有看直播球迷一定見到Nima的改變最明顯 這是鐵一般事實 絕對不能夠指鹿為馬 反過來講 總之失球之後那段真的被Nima搞死了PSG 完全做不到有限攻勢 至於Bappé還有甚麼好講呢? 上面分析和之前對巴塞都差不多講了 執行力高、體能強 今場的發揮亦很穩定 到比賽尾段他們的迫搶都不覺有減慢度 而且回防速度之快 Mbappé和Nima一拿球至始有兩個球員圍堵 盡力減低他們的威脅 不讓他們發揮速度 另外Kamiji亦邊亦中的打法 是非常考驗他對球場的理解能力 而現實他又真的做得非常好 紐亞的風位又是很強 他非常敢於壓出禁區打完清道夫 有幾球PSG放直線給Mbappé 都比紐亞出到三閘線回收 Bain整體發揮的確比PSG好 真的沒有特別明顯缺口 今季隨著Bain奪得歐聯冠軍 終於正式完季 但過幾天原來又社區盾 英超又開羅 我們新球季再見 在那一旦 天空中 海手 甚至少有三安排 天空中 海外 等那一旦 明天空中 看一旦 就像海外 試圖 感谢观看